你的昨天累了吗 错语的那些苦难 你的军天累了吗 就让它被慢慢冲淡 这个地方叫人寿村 村容村茂还挺漂亮的 这个地方虽然是人造景观 但是看着还是挺养眼的 村民在这儿闲聊呢 乘聊说话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阿婆 也是在这儿休息呢 今天一龙湖开湖啊 周边的大路小路啊 堵的是水泄不通啊 我们先到了一个路口 到了路口之后发现车下不去 现在到的这个村子一个村口 下来之后本来想车进来 发现像这边又堵住了 又堵住了我们没办法 再走两步呗反正也不远 正好看看这个视频这边的村容村茂 一龙湖很漂亮 而且到一龙湖这个周边的时候 明显觉得这个温度就下来了 能低那么个一两度 就明显感觉到凉爽 看到大家拿着鱼全拿大变质袋 都看着着里边的那个鱼多大 但一看就挺沉 因为我发现大家拿起来都挺吃力的 然后刚才问了一个 药车过来那个小哥说呀 说这个湖疯了很多年了 一直就疯 这个湖都不允许捕鱼了 也是 我说这浪友 有多年了吧 上一次开湖 说2011年 有多年了 我说那为啥 这十多年一直没开湖呢 都是他说 也是对这个一龙湖生态的一个保护 我说那为什么又开湖了呢 然后那个 药车的那个弟弟小哥就说了 说那个因为 这个湖里边鱼太多 生态也不行 就是都得找一个平衡嘛 少了也不行 多了也不行 就说这里边的鱼现在都可大了 我们现在就来了 哇 好多人在这开车了 还有这个骑电动车过来了 买鱼的 太热闹了 太塞车了 我的天啊 我们走了一公里了 你的蜷蜷蜷了 突然他无法弄到 哇 他们好丰收啊 看这门来都好沉了 大鱼 太好了 这是多少斤的 10块钱的 那边论大了 论大了 不是10块钱一斤 这个是多少斤的 我这个很小 这个很小 有20斤的 我的天哪 天哪 谢谢小妹 小男孩也拿了一个 感觉好沉 告诉我在下边 小一点的鱼都将近10斤 大的还有20多斤的 这10块钱一斤呢 贵不贵 贵啊 你要知道人家是养了10多年的 这个价格不贵啊 这一条小路人多 来 下去看看 哇塞 哇塞 这阿婆也买了一个超大的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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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那边都是都是鱼啊 你看这鱼都多大呀 你看这鱼都多大呀 看看这鱼 这啥鱼 不到啊 注意脚下啊 鲤鱼啊 小哥 卖鱼啊 卖鱼的小哥 卖鱼的小哥 还醒了 受不了这味儿 太大了这鱼 哎 看看 太肥了 你看看这里 这个 真是不捕捞不行啊 也是对生态也是多了也不行 小哥 这是什么鱼 太愿意 什么 太愿意 没听懂 没听懂啊 这鱼是多少年的鱼了 10年了 10年的鱼 这叫什么鱼啊 上面好多村民看热闹 好多村民看热闹 好多村民看热闹 前面的 这都光望啥呢呀 看鱼鱼 我听叫看鱼鱼 哎呀 小哥 咱今天上的这鱼 最大的呢 多少斤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看着挺大的 你看到那鱼哪有多少斤吗 你看到那鱼哪有多少斤吗 你看到那鱼哪有多少斤 你看到那鱼哪有多少斤 15斤 15斤啊 看着挺过眼的 看着挺过眼的 这水有点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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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蹭着来了 蹭着来了 哦 对 十块一斤 十块一斤 都太大了 老娘说这鱼十五六斤 至少十五六斤 现在看远处的这湖上 还有渔船在捕鱼呢 没回来呢 大大小鱼 它肶肥五小鱼 姆姆都有两 forcément 这个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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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多大 这是今天上来的鱼 是白莲 大部分都多重的 大姐 还有六七斤 六七斤 四斤 今天还下去捞吗 还有 你们一家有下去捞的 还有上来卖的 分工平确 我们怎么看不到鱼 我们怎么看不到鱼 跟网上来的呢 这个大船 得开出去 船得出去 那块 六块 六块 他卖的便宜 不是 我说如果没开胡子的话 你们卖 还卖鱼吗 做什么事 干啥 就不卖了 那这十年 说十年才开这么一次湖 对呀 到现在已经也十年了 十年了 那你们一下就十多年才开这么一次鱼 今儿高兴吗 高兴 高兴 有钱赚 鱼症太贵了 鱼 鱼症太贵了 对呀 尽管是一个鱼的 哎呦 是挺贵的 是挺高的 平时我以为说你们自己会养鱼什么的 很快 好嘞 真的 这六块 要拉 让你 这上面不夸 还是挺贵的 我的可能贵一点 就说 我的贵 我的多钱 8块 我做8块 我的6块 哎 哎呀 这两前后都是鱼 这两两个都要 你的昨天累了吗 昨日的那些苦难 你的军天累了吗 就让它被慢慢冲淡